988新闻线 直接来到了晚上7点30分 今天非常准时进入新闻线 你好我是湘君 你好我是欣怡 那今天的这个新闻呢 其实我觉得是百花齐放的 除了在昨天有一些跟进的情况之外呢 发现到我们这个油啊 就跟大家日常生活都是会有息息相关的 什么油线 不是使用油 是我们的那个汽油 之前不是说其实只是设了一个顶价 但是商家们就可以自己做一些促销promotion啊 但后来结果没有人去做promotion 结果现在贸销部觉得 大家应该发挥创意的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等一下怎么样的创意法 今天的这个新闻线 待会第二段就会跟你公布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这件事情啦 贸销部长就鼓励油占业者呢 发挥创意来下降油价 汇集选民 文型缴车案件上诉 那家属呢就希望被告知道撞的不是牛 群举的新规定 候选人挨家挨户去拜访选民的话 哎现在是需要申请准证哦 土权党在挑战华旦小违线 那就讽刺中文报你们庆祝的太早了 他觉得还不是时候 对他说现在不是一个结束 是刚刚开始 这个是昨天的一个跟进 呃是是 这是事员呢 在昨天就放话说 三天之后高庭建的这个土著权威党副主席凯鲁阿战 今天继续发表文告就强调说 一切还没有结束 要中文报章呢 先不要庆祝 感觉就是那种 will be I will be back 真的 他昨天是入禀了联邦法院 挑战华旦小违线 结果这个联邦法院就驳回了他的宣请 那法官是说了 就讲说设立不同源流的学校是国会那边的权利 而且呢凯鲁的程序是错了 这个案件其实应该先去入禀高庭提出申请的 那昨天呢凯鲁已经说过呢 呃他还有五个plan b嘛 所以在今天呢 他就有发文告说 不认为昨天这个联邦法院的裁决 就等同于为这一宗案件给画下了据点 他说自己呢 要挑战这个多元流学校是不是合法的事情 还没有结束的 而联邦法院的裁决呢 只是拒绝去聆听 还说这个案件才刚刚开始 那凯鲁埃札呢 他还在他的Facebook上面就发表了三语啊 就是马来文中文还有戴米尔文的文告 有附上了各个报章 有关于这件事情的相关的报道 那针对凯鲁挑战多元流学校这个做法呢 民政党处理主席胡洞强 他说这个行为已经严重撕裂了种族团结 他建议内政部那边应该去研究 是不是要通过社团注册局去撤销土著权威党的准证呢 他说到啊 这个1996年的教育法令保障滑小还有淡小的地位 这根本是不应该被挑战的 那胡洞强今天就发文告示 欢迎联邦法院不回这个土著权威党的申请 还说这个党呢 为了捞取政治宣传是不惜去破坏各族的和谐 那另外巫统前的前部清团团长凯里呢 他就说如果涉及这个权势宪法的课题的话 法庭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权势平台 凯里就说如果法庭裁决多元流学校的存在 是没有违法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接受 那说到凯里 他其实也是清体部的前部长嘛 他曾经有说过 从政治的角度看来呢 其实马来西亚已经错过了 落实这个单一元流教育制度的最佳的时机 所以现在你要在落实这个单一元流学校 已经是变得非常的困难 所以呢 他就希望大家可以向前看 就去搞好现有的多元流教育制度 那接下来这一个呢 还是跟教育有关的课题 萨拉越州那边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明年1月1号开始呢 在全州1026所小学 就会以英语去教导一年级学生的这个数理科了 那萨拉越州的教育科学与工艺研究部长 麦格玛因 麦格玛因他就说到 萨拉越州现在呢 已经拨款了1100万令吉 作为一个准备工作 就包括说培训老师啊 印刷书籍等等 那只不过目前的这个英语教书里 只是限于国小那边 其实不包括国民型小学的 那在另外一方面看到了 马华总会长魏家祥 他是反驳敦马哈迪 就是我们的首相了 指控马华只会玩弄种族主义 还有唯命侍从的这一个说法的 魏家祥就说 马华在过去成功反对了 英语教书里的这一个政策 也没有去支持 马哈迪提出的红院学校 反观呢 行动党的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 是支持红院学校的 那另外呢 他也是有反驳在丹荣比埃补选 支持马华候选人 就是让纳吉回归的这一些论述 他就说 其实这是不尊重法庭的啊 那说到纳吉呢 其实法庭昨天就裁决说 纳吉是在这个SRC案件当中 涉及了七项罪名 而这七项罪名全部都是表罪 表面罪名成立 必须要出庭自变的 那结果呢 巫统最高理事洛曼就说 他指控首相敦马在干预司法 那对于这件事情呢 公正党主席埃华 他就认为说 洛曼的这一项指控呢 是没有根据的 他说对方可以指控 但是程序是独立还有透明的 大家都可以去阅读相关的案件 所以他就认为说有一些指控呢 大家是不必去理会的 而洛曼批评这个首相敦马干预司法之后呢 其实西蒙领袖在谴责这件事情之余 就连在野党的议员 也不认同他的说法的 同样是来自巫统的 少山区国会议员西山穆丁呢 今天在国会走廊 就被问到这个课题的时候 他就说到 国阵以前在执政时期啊 也是受到类似的谴责 他就讲说 你们应该去问那些在里面的人吧 他说我不这么认为 我不这么认为 意思是说 他不认为洛曼的说法是对的 他说他们之前 就是国阵之前执政的时候 人们也是这样指控国阵 他觉得只有法官 还有总检察署 这一些机构 才可以回答这一个问题 那只不过他有强调啊 这个司法机关 必须在接下来的审讯当中 去彰显他们的信誉 还有诚信的 那说到呢 这个星期六 其实就是单容彼爱补选投票日了 我们说了好久这件事情 再过几天就是投票日了 那纳吉昨天的这个判决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 就是选情呢 那武统梳理主席 默哈默哈夏 他就认为 纳吉的这一个裁决 是不会影响到的 他相信说 单容彼爱的选民 一早就已经做出了决定 因此任何可能发生的变化 都其实只是一个 小规模而已 而且想补选越来越靠近 各个政党都有派出大牌 去到这个单容彼爱去助选 看到公正党主席安华 昨天晚上也是第一次 去到了选区就有去出席 西蒙的政治讲座 而他就有说到 修复国家呢 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国家领袖都必须要去 正视民间真正的问题 因此呢 他就认为说 不需要再增加在野党 因为呢 西蒙是民主的 这个是安华这样子说 OK那另外看到了 单容彼爱去补选的 其中一名候选人民政党的代表 温帝 他是今天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 他说如果这一次在补选中 他可以胜出的话 他就会把16000令吉的 国会议员津贴 全部都捐出来 作为选区的基金呢 他是说到选民 就有一直在问他 如果你胜选 你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东西 那其实说到民政党 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资源嘛 所以呢 温帝他就决定说 要把这一次所有的津贴 就是大约16000令吉 就作为这个管理选区的基金 同时这一个基金 就会由民政党那边管理 那这个时候 很多人就会问 刚才陈主播也是有这样问我 他说这样捐出去了 他要怎样生活呢 温帝就说不要忘记 其实他还是一名职业律师啊 对那温帝还说呢 他是乐于挨家挨户 去跟选民败票的 而且呢民政党也没有打算 要举行这个公开讲座 不过刚刚温帝说到嘛 要去挨家挨户去败一票 现在这种方式呢 可能就是需要向当局去申请了 因为宣委会就有提醒啊 就是禁止这个 丹荣比爱国会议席的 所有政党 还有所有的候选人 都必须要向警方申请准证 才可以挨家挨户去拜访选民 为什么呢 是因为挨家挨户 也算是一种竞选活动的形式 那宣委会主席阿兹哈就说 其他就是流动竞选活动的败票呢 是需要有明确的这个时间跟地点呢 就可以方便有关的当局呢 去监督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要执行 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要记得去宣请了 那话说回来看到这个行动党纪律委员会主席张建仁 今天就表示说他们呢 就是这个纪委会就已经详细阅读了行动党中委刘天球 针对批评首相敦马哈迪所做出的解释 所以呢 他们是接受这个解释的 那如果你忘记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誓言刘天球在10月22号的时候就发表一篇言论 这个题目叫做马哈迪指老虎 就是之前大家说的这个指老虎论呢 结果这样子的一个言论就引起了土团党强烈的不满 行动党那一边其实也是有人不满 结果这个纪委会呢就向他发出了信函 就希望刘天球你可以做出解释 那所以现在呢看到行动党这里就已经接受了他的解释 也代表说这个事件好像也是告一段落了 只不过张建仁也奉劝所有的行动党党员 未来千万不要公开去批评他们的就是 希盟的这个盟党盟友这样子 如果有什么不满可能就是通过内部的渠道 来解决盟党之间的分歧啦 今天现在过呢就是问到这个土权党 就是土著权威党 这个土权党呢他们就坚持入禀高庭 来继续挑战这个华诞小的违宪 你认为呢要支持谁的看法比较多的呢 OK那如果你是支持凯里的看法 你就觉得让法庭去诠释宪法 而且是要接受法庭的裁决 你是可以投选love这个选项 不过如果你是支持胡洞强的说法 就是认为土权党已经是撕裂了种族团结 应该要撤销注册的话 你可以投选哈哈 OK也欢迎去到988的官方Facebook 那边就是投下你的选项 当然也欢迎你留下你的留言啊 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在下一段回来呢 就是要说到这个文行脚车 这个案件其实还没有结束了 如果你还记得之前这个被告是无罪释放 但是现在思绝的家属是想要上诉 那下一段就会来跟你跟进这一个课题 那另外呢还有有说到的旧事关于 你要收回那个油价吗 这是到底我们第二节日回来 到底政府是希望油占业者可以怎么样去 让大家可以享受一个更加联谊的油价呢 还有TIS一个就是说关于女性的 因为有调查发现到说 88%的女性出差的时候啊 竟然是受到一些骚扰的 下段就会回来一一跟你说明了 重点是什么 也是更容易受骗 晚上7点45分了 你好我是湘君 你好我是欣怡 来跟进这个文心脚车的案件 因为罗佛州之前就有8名文心脚车的 这个骑士被撞死 这个案件控方就因为不满被告 无罪释放 结果就提出上诉了 那死者的家属承认说 孩子确实是有错 但是他们也认为 法庭对女司机的判决 应该是要对社会有一些警惕 他们是不满意这个判决的 那根据每月新闻的这个报道 就其中一名死者的母亲法蒂玛就说 他们不是要被告就是审可庭 可以判重刑 但是他觉得更重要的就是 至少被告要知道说他自己已经犯错 而且他撞的不是牛 那法蒂玛就说呢 当法庭判处这个被告 无罪释放的时候 其实家属的内心呢 是感到平静的 不过虽然如此 他们依然是希望呢 当局可以帮他们上诉 不过他也承认了这些孩子也是有错的 那与此同时呢 另外一名死者的父亲哈米加 他就认为说 如果被告被判有罪的话呢 就会给人民一个警惕 他就认为被告无罪释放呢 就会让人们误以为说 被告的行为是正确的 那控方呢 其实就是在两天前 也就是星期天 因为不满这个新山推示庭的判决 就入禀上诉 就希望可以推翻审可厅 无罪释放的判决 那柔佛检察署总监阿米尔 他就说 其实他们是基于几个理由 就是控方相信说 其实他们还有理据可以去上诉的 而他提出的理据呢 就包括说 被告的身份啊 发生意外的地点啊 还有就是被告声称 他不熟悉出事路段等等的理由 但是他就强调说 控方不是在死者家属 或是其他人虚压的情况下 才入禀上诉的 那检察署呢 是根据这个推示庭的裁决 采取一个正常的程序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的背景 这个轰动全国的夺命意外 是发生在两年前 就是2017年2月18号的 那个时候呢 在柔佛州新山的内环公路 沈可廷是撞上了 骑这个文型脚车 而占据道路的一群青少年 结果就酿成了八个人死亡 八个人受伤的悲剧 那控方之后是起诉沈可廷 危险驾驶就导致其他人死亡 但是经过这个审讯之后啊 推示庭判定 这个沈可廷呢 他当时是没有超速 没有醉酒驾驶 也没有使用手机 所以是安全驾驶的 因而呢 他的这个表面罪名不成立 就获得无罪释放 然而尽管这一个文型脚踏车 酿成了很多意外 但是参与的青少年 现在是依然啊 完全不害怕危险 继续是骑着这个非法改装的脚车 在路上飙车的 同时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是危及其他公路的使用者安全 那警方呢 就是鉴于逮捕这一些脚踏车骑士 没有办法起到一个阻吓的作用 而展开了更严厉的行动 就是抓少年骑士之余 也抓他们的家长啊 就是爸爸妈妈 那就在控方上诉的同样一天 同一天晚上啊 警方其实在安邦呢 就逮捕了六名危险驾驶 就不是危险骑这个文型脚车的少年 而警方呢 同时也是以疏忽照顾的角度呢 是援引了2001年的儿童法令 就有逮捕了他们的父母驻查 还有就是没收了他们改装的这个脚踏车 那你说到这六名少年呢 是非常的年轻 最小的那一个就只有11岁 就是大概五年纪 最大的16岁 而且其中两个人呢 都已经辍学了 他们的父母来自于不同的背景 就包括了保安人员 商人 还有酒店管理层等等 而这些父母在录取口供估后呢 已经是获得了口头保释 目前呢 这个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而这个调查报告会在近期内 是交给副检察司来定夺的 看到了全国副警察总长 马斯兰就提醒家长 不要轻易允许孩子去改装脚车 因为警方呢 是可以用这个疏忽照顾孩子的罪名 去对付父母 所以父母也是有这个监管的责任在的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觉得女性也是要好好地照顾好自己 因为看到之前发生这种啊 女性被非礼的事件 真的是大家很不乐见的 行动党的冰岛前市议员 普仁安南 他就被控非礼女士应声的这个案件 今天是下判了 推设是基于被告 没有办法挑起控方证据的疑点 结果就宣判被告罪名成立 必须坐牢三年 还有罚款七千令吉 刑期呢 是从宣判的那一天 就是今天开始算起啊 无论如何这个辩护律师要求暂缓执行刑罚 就是希望说可以上诉到高庭那边 就获得了法庭的批准 同时就有提高保释金 去到三万令吉 要两名担保人 还有每一个月必须去到警局那边报到 还有要交出国际护照 就是让法庭保管 那说到这一起 曾经是轰动一时的案件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发生在2017年的7月 就在啊 滨城的土库街的一个停车场 那时候呢 普人安南 他就被指说他强吻一个女士阴生 而且接下来还对他做出了一系列 猥亵的动作 那被告现在呢 他所面对的就是抵触了刑事法理 第三五四条文的非礼罪名啊 在这个罪名之下呢 如果他被判处罪程的话 是可以坐牢最高十年 又或者是罚款 或者是鞭吃的 那看到这一件事情 其实最近有一个调查就显示说 在马来西亚 就是十个因为工作而去出差 你知道有些时候 我们现在职业女性越来越多 是 就是啊 business trip啊 这样子就是有些时候 你要去到外地去工作嘛 不过呢 调查就发现哦 在十个因为工作出差的 马来西亚女性当中呢 其实哇 百分之九十 就是九个人 在旅途当中呢 是遭受过骚扰的 而十个女性当中呢 也有七个人 是因为安全理由 到最后他们决定 要改变他们这个出行的计划 所以女生真的是 必须要好好被保护 因为这个SAP马来西亚公司 就公布的这个调查发现呢 这个调查涉及全球 八千名的受访者 马来西亚这里就占据了 两百多名 是马来西亚商务旅客 值得注意的亮点就包括了 有马来西亚商务旅客 通常呢都会感到不安全 百分之七十四的受访者说 他们因为不安全 结果就是在出差的时候 改变了整个计划 超过三分之二 也就是大约百分之七十的人 是认为说 安全不是他们公司 所注重的条件 那另外这份报告也说到 马来西亚的商务旅客 在旅途当中 所受到的这一个骚扰啊 还有性别歧视的程度 很高的哦 超过百分之八十八的商务女性 是遭受了某种程度的 这个骚扰还有虐待的 所以女性真的是要很小心 真的尤其是出门在外 除了小心说要 不小心就是被人家 就是你知道吗 骚扰 骚扰是随时可能会发生的 而且呢也要小心受骗 这个至少是我们 还可以控制得到的事情 妇女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部 副部长杨巧双就说到 马来西亚从今年的一月 到十月为止呢 所涉及的商业罪案当中呢 这个电话诈骗案 还有非洲爱情包裹的受害者呢 都是以女性居高的 他说在这段时间 也就是一月到十月呢 马来西亚一共有 一千九百多宗的电话诈骗案 好多 这个损失的金额呢 是九千四百多万令吉 这接近一亿啊 那同期呢 这个非洲爱情包裹诈骗案呢 也是有一千三百多宗的 这个损失金额 也是有六千七百多万令吉 那这两种的诈骗案 加起来的受害者 都是以女性居多的 所以杨巧双他就有提醒女性 特别是家庭主妇 是需要对于这一种案件呢 是要小心一点的 尤其是如果有涉及到 政府相关单位的通知 因为可能有些人会违 我就是防冒嘛 对尤其是爱情包裹这一类的情况 所以他觉得说 应该是要去确认 再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这个爱情包裹这样的一个手法呢 从我刚刚踏入媒体业 当初当记者 一名小记者的时候 我就有做过类似这样子的报道 到现在这么多年了 很多人还是就是不小心 就会被欺骗这样子 那另外我们来换个焦点 就是从这个诈骗 安拿保护女性的情况 来看一下在交通方面的 因为今天看到了交通部长 陆兆福就说到 并不是所有的人高血压 糖尿病就不可以开萝莉的 但是如果医生认为 这个司机呢 在吃了药和控制 以及可以 就是他们就可以驾驶萝离的话 其实这一些萝莉司机 还是可以继续去开萝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早在几天前呢 有很多名的罗里司机 在我国多个地点 就举行一个和平集会 就敦促交通部 希望交通部可以放宽 对罗里运输服务的规定 就包括说 要求司机必须要接受 医生的健康检查 才可以更新 交通执照这个规定的 那巫统华林区 国会议员阿杜阿兹呢 今天就有在国会里面说到 他在丹荣比埃 就有见了一些罗里司机 而有一些罗里司机呢 就有跟他说 因为本身糖尿病的关系 已经是三个月 没有办法更新 他的驾驶执照 影响了生计 那对于这件事情呢 陆兆福他就有回答说 其实这一个 要去做健康检查呢 不是一个新的政策来的 就是在过去呢 政府也是这么做的 所以他就促请大家 不要去政治化这件事情 因为当来到这个安全议题 毕竟你驾着罗里上路的话呢 它不只是影响到你自己 它会影响到 其他的公路使用者的 确实 所以陆兆福是说 政府是需要去照顾的是 各造的利益嘛 就不只是罗里司机的利益 那你说到这个利益呢 接下来你说打油 所有人的利益 全民的利益 真的 到底就是这个 贸销部长赛夫丁呢 今天他有一个建议 我不知道这个建议 就是游战业者 会不会接受啦 不过呢 他是建议说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 有3500多家的游战啊 就是说 你们说不定可以用一种 比较创意的方式 去降低这个Round95 每公司20几巴仙的补贴价 哎就可以让这些驾驶人士呢 就享有一个 比较低廉的油价等等啦 我非常的期待 不过就是看到他说呢 如果油站积极的响应的话 贸销部就会支持 如果油站的反应不好 那贸销部将会和油站业者 说明这个降价的好处啊 就鼓励大家 希望你们降价 这样子 寻寻善诱 对 就降价 那他就希望 他就相信啦 不同的油站 或者这个不同的油公司 提供不同优惠价 是可能发生的 我在想说 他可能是之前 政府设了一个顶价 就讲说 大家可以公开 就是每个人去竞争啊 可能有不同的 这个promotion price啊 结果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看过 有不一样的价钱 可能就是 打三次免费多少钱 有包车 还是什么 他们开了 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但是一直没有人去实行啊 所以他最后讲说 他相信是可以进行到的 其实我也是很期待 我希望他的相信是 实现 好 今天的现在播 今天问的问题就是 土权党 因为他们坚持要入柄高庭 继续挑战 华诞小 违反宪法 你比较支持谁的看法呢 OK 92%的人呢 是比较支持 胡动强的说法 就是说 土权党已经是撕裂了 种族团结 是应该要撤销注册的 另外8%的人呢 是接受凯里的说法 就是让法庭去诠释宪法 并且要去接受 法庭的裁决 OK 我们看一下 大家的这个留言 是怎样的 那看到 凯杨林就说 其实土权 他们有自己上诉的自由 但是就希望 他们这个上诉 不会成功啦 Jeremy 林说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所以是你觉得 我们扰吗 我们自扰之 其实这个事情 不会发生吗 还是你是觉得 他们在 我们不要诠释他的 这样也是 好 没错 SK庄就说 为什么总是有些人 会容不下其他种族 和教育心眼就这样小吗 我们看到说 然后 季峰他就觉得说 胡动强的是 他比较赞成的 因为他觉得 土权党已经撕裂 种族团结了 Eddie Fong 他就说 华裔跟印裔 已经在马来西亚很久了 更何况是一起经历 这个独立62年的 那土权党这么做 是不是在煽动种族主义呢 看到Sunny T就说 浪费太多时间 还有资源 在这些有的没的 的东西上面 John Hanson说 这是华社底线 就是土权 不要再玩火了 春威林的 你有讲了吗 就是让法院去诠释 他们才会没话说 就是他觉得 还是让法院 那边去诠释 就是站在凯尼那边的说法 跟郑耀讲的也是一样 就马来西亚是一个 法治国家嘛 一切就交给法庭去裁决 好啦 毕竟他说 现在是一个开始嘛 今天也发了 昨天可能他觉得 那几个字不够 但今天发了一个 那么长篇的这个文告 我们就看下去 I will be back 之后他的这个back 是怎样回归啦 我是湘君 我是轻仪 我们明天继续聊